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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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組的時候 取這個名字就好玩 就隨便講而已 就是無意思講 本來是講怕求情 本來不是講考求情是講怕求情 然後本來是叫打求情 但是覺得打這個字還蠻弱的 而且中南部人喜歡講考 然後就改考這個字 本來想說隨便講 但是團員就莫名其妙 覺得好像很酷的當專名一作 我已經來當專名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說很強烈 要做社會意識 是我自己本身 對自己有在關注 我自己本身以前喜歡聽的歌 像豬頭皮靈聲響 等等他們社會意識都很強 然後加上我自己的成長背景 我跟他家人其實都是 以前那種黨外運動 就一直在支持 所以小時候都會被父母影響 所以 以前就會聽他們講他們以前 那個在戒嚴前後怎麼參與社會運動 就是我爸那一代 然後他們以前我坐他們車他們也會聽一些 他們那時候的聲韻歌語 像楊竹俊的歌 所以我 這樣從小到大就會一直接觸這樣的音樂 所以等我寫饒舌我也想 我也會想要做這樣的音樂 就是因為我們剛組團那時候很多 台灣的饒舌主要還是在講趴地 然後講 或是會講一些比較黑棒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不是我們的生活 然後我覺得用饒舌來反應社會 是一個很棒的工具 因為饒舌可以寫多詞 所以我覺得 而且他的tempo很重 你在一些場合可以 帶動觀眾的情緒 所以我就決定用 因為我喜歡HIPHOP 所以我就用HIPHOP 來寫我真正關心的東西 我家以前也是 我爸爸從南部來 從南部也會經歷過很多 反對運動的啟蒙 所以我從小是聽到長大 自從我玩了樂團以後 我覺得用音樂來改變世界是一種方法 而且我們也證明了這是有效的 所以就繼續做 有效的部分 我們有確實影響到一些人 跟我們做一樣的事情 像是 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會關注這歌 像 我們之前也會接一些商業研究 像天燈節童話記 去的人他並不是因為 去參加抗爭活動 才聽到我們歌 他們可能是去玩 但是我們有發現 有人聽了這個以後 被我們影響 就是 他自己跟我們講 他本來只是要去拍天燈 但是聽了我們歌之後 他去了解裡面的一些議題 所以我們之後除了在商業表演 看到他會來拍攝之後 我們在遊行的場合也會看到他 就是 我們不知道這樣可以影響多少人 但是我們就是抱著拉一個 算一個那種心態去做 就是你就算只有一個 你畢竟還是去影響的一個人 就是我會發現很多人都會覺得 像HipHop都一定要在夜店表演 或是一些Party場 但是我們其實很少在這種地方表演 一方面是 去這種地方的人 不太會想要聽你講這些東西 所以 我們 會發現有一些聽我們的歌的人 反而不是HipHop圈的 甚至Party圈的 他們 我們甚至有一些阿公阿嬤 他聽到我們東西會很開心 像我們之前有去花蓮的鳳梨 他是一個很純普的客家鄉鎮表演 結果我們唱完歌之後 我們那時候有帶我們自己手 手工製作的CD去賣酒賣得很好 而且是阿公阿嬤怎麼賣 他說他賣給他孫子 然後 他希望他孫子可以透過我們的音樂去學 出場 之前去參加三英部落的抗爭 我們會發現 原住民的朋友們他們都比較 比較敢表現自己 像我們如果可能在平地人漢人的村莊 或是台北表演 你會覺得台下的人可能都會比較緊 但是你在原住民部落 像三英部落那 那時候也是剛好因為他們部落被拆 所以大家那個怒氣很重 所以我們在表演的時候大家就是 底下就特別High 然後另外讓我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們小朋友 就是一堆人跑上來跟我們一起跳舞 這在你知道漢人的村莊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成團到現在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我最喜歡就是到處跑 會在不同的場合 遇到一些不同的聽眾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很感動的是我們在加拿大東岸 有一個城市叫Halifax 然後那場表演是在那邊有一個Life House 然後沒什麼台灣人都是5人或黑人 但是我們一表演完 大家Uncle一直喊一直喊 而且一直喊台灣 然後代表說他們雖然聽不懂每歌 但是他可以感受他們的精神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音樂去 跟他們講一些台灣的事情 然後其實他們也是非常支持我們 包括是 我們會講一些 我問台灣國際地路 他也會跟我們說 他們知道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 他也支持台灣 要獨立自主等等 然後這一點會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雖然很多人覺得我們的歌是衝很激進 但是其實我們很注重到音樂性 所以不管是在所謂的抗爭場可以唱 你在一些商業演出也可以唱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市場其實還蠻廣的 就是沒有被局限 就是我們可以在音樂機表演 我們也可以在一些 一些什麼很適合親子一起出現的場合表演 然後另一方面我覺得說 你這個音樂你不能說 你身為一個音樂人 你不能說我就是因為我的音樂 是要反應社會 要做一些社會爭議 然後音樂的本質又亂作一通 然後我覺得音樂本質也是很重要 你音樂要做得好聽才能去影響到人 所以其實我剛說為什麼我們在國外表演可以引起那麼大的迴響 他們聽不懂這些歌詞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的音樂可以打動它 就是你當你聽不懂這個歌詞的時候 他們會把它就把這個語言當作一種樂器而已 他覺得這個樂器也很順 他聽得很順的他就會支持你 然後像這幾年我有發現我們 其實雖然我們可能是被中國封殺 但是有一些中國現在陸客很多人來台灣自由行 還會參加一些音樂節目 我發現有一些中國人 他聽了我們的東西他會很喜歡 甚至會來罵我們的心底 然後甚至有一些四川人 然後蘇州人、廣東人 他會想說透過考修型的歌來學台語或客家話 說著同一個故事不在村上帶寫的衣裳 有時候可能會有人覺得太過激進或怎麼樣 但是因為每個團員都是自己個體 我覺得你只要那個主軸抓到 你那個基本精神不要偏你 其實大家都還是OK 其實我們音樂 你說激進嗎 你看歌詞我們沒有出現彰化過 我們也是教育性比較多 只是我們帶大家上街頭 這動作其實不不算激進 只是我們有一些行動帶出來的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啦 激進它其實不是一個負面的詞 我覺得林孫祥的詞也很激進 但是他雖然是民謠聽起來柔柔 但是他反應的精神是激進的 就是每個人他可能對自己人生有別的規劃等等 然後其實Couch 我講一句實在Couch 我最近之前寫的東西雖然是我關注 但是並不完全是我真的最想寫 因為畢竟有兩個主唱 大家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有些東西可能我很注重關注 但是另外的人他不是那麼關注 但是我也不可能硬逼他跟我寫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平常沒有在關注這個 你為了寫歌詞去硬去寫 就不會到位 所以我們後來就另外用勞動服務 就是他的歌詞完全就是我一個人 可以表達我自己的概念 因為之前有人反映說 考究型的詞可能很有意思 但是如果你同時懂客家話也懂台語的話 他會有些人跟我反映 其實台語跟客家話講的東西是一樣 只用不同語言 我們再重複講一個東西 但是現在勞動服務我可以完全用 很完整的第一段第二段 甚至第三段可以玩這個角色的故事 你不然一直當觀察者 觀察者就是你可能是看報紙 看電視語一寫 但是我們最近在這一年來 包括大浦、核電或是反服貿 我們甚至那些青年團體或是一些組織 他們在開會我們都會去參與 或是有一些秘密行動我們也會去參與 所以我覺得你既然你說 你要號召別人一起站出來 你怎麼可以說我只是個觀察者 你應該說我也是這個運動裡面參與主 對你如果只有觀察 然後唱唱歌就走 然後真正如果可能要去衝 或是一些行動你不去參加 你怎麼可以說服人 像我發現有一些美國的 他們的一些老Rock 或是老民謠抗議歌手 他們是從年輕到老都一直在實踐 像他們有人到老還是一直在 可能就是你看到一個老伯伯 你就站在公路旁 舉著一個反戰標語 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經典的民謠歌手 就是他是以身做的 雖然他沒有眉光燈 他還是會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後來就說 我不覺得我們只是一個觀察者 我們是應該要參與 而且我們在寫歌 你如果沒有參與在裡面 你寫的東西不會到位 你只是可能是透過二手資料去消化 但是你第一 你實際去參與你的東西是第一手 你在寫的東西才能切中那個精神 其實我本來就是在這個圈子裡面 行銷和商品製作設計這個圈子裡面 然後我在2009年大學的時候 我的畢業展就是做音樂跟政治相關的設計 如何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退伍以後我到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創立這個品牌了 在我當兵的時候 然後退伍之後到美國的運動品牌 台灣代理商裡面當設計師 那時候我就認識很多台灣一些流行品牌的 就是一線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把它結合在一起 既然我想說上街也要有一個好看一點 我把我的專長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最近我覺得很多社運團體 他都非常注重設計的部分 最近像什麼 綠色公平行動聯盟 農政你會覺得他的東西有一個精子 你會讓你覺得 我除了上街穿之外 我平常也會想穿著出去 因為你平常穿出去會代表你這個人的個性 就是很多人 現在年輕人都喜歡展現出我 就是我很有想法 我會藉由一些飾品或是衣服來表現自己 然後我們跟這些社運團體做的東西 就是你平常除了抗議之後穿 你平常也會想穿出去 因為那代表你 而且也代表你的立場 我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好 這沒有不好 因為我覺得什麼議題 他可以透過電影透過音樂 但是 你會去質疑說 你這部電影 你拍的可能是斜鑽石 然後你在消費非洲 所以你不能這樣 沒有人會這樣質疑 他也去做音樂 像如果 聲響他們錄一個翻水布 你們怎麼可以用翻水布的議題來賣唱片 沒有人會這樣講 但我覺得設計也是一樣 你電影音樂 什麼都是一部分 有人可能畫畫 他可能就是會畫一些社會議題 但是 他那個畫可能也是要賣的 對 當然有人會去質疑說 有關議題你不能消費 所以你那個不能買 這樣大家都不用吃飯 對 所以 這種事情大家不要看得那麼嚴重 而且 像不管做音樂 做電影 或是做設計 其實很多 我們從這裡面都還是會去做一些回饋 或是 我們 之前像農政 就是 因為他們在 去年大埔的事件 就是 最出力就是他們 然後他們 常辦活動什麼也需要一些經費 然後我們就是商品 會跟他們結合 就是 應於捐給他們 就我們會去做這樣的動作 大家好我們是 考秋情 紀錄 捍衛 行動 請支持 公庫 支持公庫 這是激進的行為